今天我們的頭條焦點就要帶你來關心 昨天台中市這邊主辦的國慶焰火晚會 原本這麼漂亮的焰火 是原定晚上8點要來施放 但是卻整整提早了20分鐘 讓現場37萬多位的民眾傻眼 直接怒轟 這是史上最爛的焰火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提早這麼多呢 台中市政府就來進行解釋 他說在今天晚上 這個市長還有總統 體諒到大家實在是等太久了 所以在致詞上面 他們力求精簡 比表定的時間提早結束 那主辦單位也決定說 要來施放36分鐘的完整焰火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才會提早20分鐘 這時候就有人提出質疑了 包括台中市的議員黃守達就說了 這20分鐘難道沒有任何的電檔活動嗎 為什麼不能准時8點來進行施放呢 台中市長盧秀也進行解釋 他說晚會的流程 有國安單位的維安需求 所有的流程如果確定了 就是不能改的 所以也不可能去安插其他節目 那除了焰火之外 在昨天在現場的觀眾朋友 應該也有感受到 這個無人機的表演 好像也有一些問題 那這又是發生了什麼 你可以看到 台中市政府也進行解釋 他說從今天 也就是昨天晚上7點半開始 陸陸續續有超過20架 沒有經過許可的無人機 入侵到中央公園的上空 造成強烈訊號的干擾 因此維安現場安全考量 就取消了無人機的表演 而針對於這兩個部分 包括台中市的新聞局長 鄭兆馨 他們也跟大家承認說 這過程是有疏失的 跟大家道歉 燕火提早放也沒預告 錯過不少精彩畫面 民眾抱怨 市議員們也很不滿 市議會上炮聲隆隆 燕火提早20分鐘放被罵翻 市府道歉 是現場人員所做的判斷 所以這樣的一個瑕疵 我想我們當然是予致歉 市府說提早放燕火 是現場工作人員的判斷 當時在場的有晚會主持人 國家生日快樂 許愛玲和聶雲搭檔主持 但兩人對當晚流程 都不發表意見 市府透露 沒有誰下令提早放燕火 當時負責節目製作的電視台 是按照節目表走 總統致辭完就是放燕火 所以總統提早講完 就提早放燕火 議員質疑 就算總統提早講完話 難道沒有備案 節目去撐住20分鐘的空檔嗎 盧秀燕解釋 國安單位為案嚴格 晚會流程定案就不能改 更不能安插其他節目 當時預定總統蔡英文 7點25分到場 實際早2分鐘7點23分抵達 原本要在7點52分致辭 58分的時候才啟動燕火儀式 結果7點37分就致辭 40分就啟動燕火 環燕火出包要趕往表演的滅火器樂團 也遇到狀況 滅火器樂團趕著去舞臺表演 周圍路口卻被封鎖過不去 主唱楊大正在臉書炮轟 唯一通往舞臺的道路沒有管制 拜託警察協助竟被怒回 誰理你們對此盧秀燕道歉 楊大正隨後也PO文 強調不是要抓戰犯或指責誰 只是希望活動可以越辦越好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